韩国流学通网 那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31题啊 第31到第32题呢是一个题型 那么下面是什么呢 是一个新闻记事啊 这个新闻的记事的题目了 那么哪一个是跟它意思一样的 我们选出来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呢 那么以这个新鲜的材料来制作的这个 电视剧的这个视听率呢 刚从刚从什么意思呢 是表示跳得很高的一个女生女太语了 表示这个视听率呢 非常的高涨啊 那么哪一个正确的呢 第一个 那么第一个正确的 因为呢这个非常新鲜的素材 因为特不呢特不呢是 由于这个多亏了这个新鲜的素材 所以呢 这个看电视剧的人呢 非常高的增多了 那么第二个呢 那么由于这个新鲜的素材呢登场了 所以呢 这个对于电视剧的关心呢 就变得多了 第三个呢 那么虽然呢 这个电视剧的素材呢 非常的有意思 但是还是这个视听率呢 这个听众的率呢 没有增高 第四个呢 那么虽然是有这个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素材 但是呢 是听众的关心呢 并没有受到影响 那么这个 不挂过 什么时候 没都不挂过 即时也的意思 那么这里应该选择第一个啊 새로운素材特分的 ドラマ를 보는 사람들이 보는 사람들이 크게 늘었다 这个是跟他的意思是一样的 选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的33到34题 选择这个什么呢 选择他的目的啊 写的这个目的 一定要看清楚题目了 那我们现在读一遍 那么这个 这个麻的支品是什么呢 是这个 三是麻的意思 那么 明镜需要的 这个麻的支品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读一遍 这个麻的支品是什么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